現在進行增定第七條之一 請宣讀 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代表花園 首先我們請徐委員有名 李委員俊毅請準備 院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發假訊息不是言論自由 接受中國的資助發假訊息不是言論自由 發觸統聲明危害台灣的民主體制不是言論自由 如果聽中國的話發這個共同聲明不是 七之一的增定不是時代力量自己獨特的發明 今年七月五號蔡總統說 國安無法最後一塊拼圖完成 立法院下個會期就是我們這個會期 還會繼續努力完成中共代理人的修法 嚴格規範人民法人團體或機關 為中共進行危害國安的政治宣傳 發表聲明 參加中共所舉辦的會議 這是總統七月五號的說法 執政黨黨團五月三十一 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三十三條之五 裡面的第一項是關於 從事危害國家安全之政治宣傳 或接受其指示或委託而為之 那時候是把中共代理人放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他的第二項出席或參加大陸這些會議 發表危害國家安全之決議 共同聲明或相應聲明 所以實在量七條之一 其實是跟呼應蔡總統七月五號的說法 我們也認為說要趕快休 其實我們在上一會期就提出來 我要不厭其煩地講 大家覺得時辰太衝突 我們也同意 所以我們在夏天的時候 就提議應該修臨時會 應該開臨時會 在臨時會的時候 把這個好好修 這個會期每次院會的時候 不斷地提變更議程 希望把它放進去 所以七條之一 這邊懇請各黨團大家可以支持 第一項這邊談的是 第一項是關於假訊息 不實訊息 而且他定義非常清楚 這個滲透來源的只是委託或支柱 第二個 危害國家安全自由民主憲政 第三個 他是假訊息 而且我們還不把政治宣傳放進去 第二項這一塊是談 危害國家安全或自由民主憲政聲明的 的聲明跟決議 促統 中國台灣 我相信這大家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 七條之一之二之三 其實很重要 其實我們是希望讓整個反滲透法更完整 規範的部分 不只是反紅媒而已 這是後面會有 還有假訊息這一塊 所以這邊懇請大家能支持 謝謝 謝謝徐委員 現在請李委員俊毅 王委員定宇 請準備 謝謝 主席各位先進 我們同意剛剛時代力量 徐委員所講的假訊息是不是言論自由 當然不是 受中國指示的假訊息更不是言論自由 這都應該要處理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同意時代力量這一條真定條文 其實原因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他的條文這樣寫 他說 族以危害國家安全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實訊息 那我要請教的是 族以危害國家安全或自由民主憲政的定義是什麼 內容是什麼 範圍會不會太廣 這就是我們一開始告訴大家 反滲透法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以最小的範圍限縮滲透的行為 所以如果你的條文寫的不夠精確 條文寫的不夠清楚的話 就會變成這一條的真定條文 任何族以危害民主憲政的都會變成符合你的條件 這就是我們沒有辦法贊成的理由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這個族以危害國家安全自由民主憲政的聲明或決議 這個部分聲明或決議大家最在乎的包括 是不是兩岸要簽訂和平協議 這個我們在上一會期已經處理過我們所謂的兩岸人民 這個關係條例裡面的所謂和平協議的簽訂 這也是國家無法的其中一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已經做過處理 所以不需要在滲透法裡面再做處理 所以我在這裡重申一遍 非常清楚的 反滲透法的目的是第一個滲透行為 第二個它是違法行為 這兩個加在一起 才是反滲透法所要規範的對象 任何超過這個都不是我們規範的對象 然後有關簽訂和平協議或其他協議或宣告的部分 本來就應該要回歸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 而不是在反滲透法處理 所以有關時代力量的這一條增訂條文 我們無法同意 謝謝大家 謝謝李委員 現在請王委員定語 李委員洪軍請準備 謝謝院長 有關這個七之一 時代力量提案內容精神方向 其實我們大家是一致的 但有些法條我們在處理上 比方說剛才這個黃國商委有提到 拿中共的政治獻金來助選違法 那拿中共的政治獻金自己來參選怎麼辦 那個在政治獻金法的第七條 還有法則在第23條 也是有量以徒刑 雖然已經有處理了 第二個 就這一個假錯訊息的處理 我們在第七條第八條相關 我們希望更嚴謹 我們也希望未來能夠更好 但目前我們是用第七條第八條 來做相對的處理 那今天我們在討論這個反滲透法 有很多過去前面這段時間 有意無意散播的假消息 甚至刻意的扭曲 讓很多根本不受影響的農民 漁民文化出版業者受到恐懼 用謠言來阻擋一個國家反滲透法的立法 但是剛才看到蘋果日報的即時民調 94.4的網友表態支持今天完成反滲透法 而今天在議場裡面 雖然國民黨發動假動 但是還有十多位的國民黨委員 並沒有到現場 我們期待如果冷靜下來去思考 維護台灣的民主環境 不要被境外的資金 中共的錢 中共的力量 來干擾來污染 我們在我們國家2300萬人 禁足彼此的意見 讓選民表達 這對任何政黨都是健康發展的方向 所以應該一起來支持 這個法不應該有芬蘭律 那在1月11號以後 臨時會來處理 我剛才跟李鴻君委員報告 1月11號以後 已經產生選舉 產生新的民意 新民意產生之後 我們只剩下不到20天的 這一屆的國會 再來處理這個法案 事實上在立法的倫理上 是有一些問題的 雖然我贊成你的想法 你希望這個法更完整更周延 而我們現在面對的中共的滲透 特別在總統跟國會大選 中共的力量 中共的資金 有沒有在影響台灣的輿論市場 台灣的遊說市場 甚至於現在在議場外面 在陳抗的統促黨 在陳抗的新黨 他到底是跟中共的關係比較親 還是跟台灣的關係比較親近 不言可遇 所以當我們還有力量 立法保護我們自由民主的環境的時候 我們應該來盡快通過反滲透法 今天是我們這一屆最後一天 這個定期會期的最後一天 我們這一屆對國家能夠交代的就是 將來在台灣 所有的主張言論政治民主活動行為 背後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錢 沒有人拿那邊的錢在幫你助選 沒有人拿那邊的錢在幫你宣傳 這是我們民主社會 應該建立的一個乾淨的環境 謝謝王委員 現在請黎委員洪軍 謝謝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我在這個地方再次的跟社會大眾報告 親民黨針對反滲透法 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我們基本上的堅持的立場跟核心的價值 其實我敢講 今天在座的包括民進黨 包括國民黨 包括時代力量 包括親民黨 大家最終的核心的價值是一致的 只是在修法跟立法的過程裡面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在這邊講了這麼多 苦口薄心的說了這麼多 其實就讓我回想到 當初在修公投法的時候 我同樣站在這個地方 同樣跟各位委員同仁講 急躁修法 把公投法修過了以後 一定會爆頭 當初在這個地方講了那麼多 後來還是照樣過了 可是事實證明 它是變成了一個非常爆頭的法案 後來回到了立法院 又重新又把它修整 何必 今天立法就是要有一個責任性的完整性 今天七字條之一 講白了 就是為了忠自備的在修這個法 他對親民黨有不友善 絕對不友善 對親民黨好不好 絕對不會好 在新聞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 包括親民黨什麼樣的字也沒有 可是 我們還是回歸我們基本的精神跟原則 在立法的過程裡面 我們還是要它的嚴整性 我們刑法裡面 我們的內亂外犯罪 還有社會秩序 社會秩序的所謂的公共危險罪 其實這些裡面的基本的精神 都已經在我們的言論上面 包括所謂的假訊息 假消息裡面 都有它的既定的相關的內容在 甚至於包括甚至於被對岸的滲透 都有 那我們的法條的明定上面 我們針對的對象上面 我們的定義的內容 其實都現在都是非常的模糊的 一到進入了檢察官體制 進到了法院體制 當你的定義沒有很清楚的時候 自由心證就出來了 空間的解釋就出來了 針對性就會出來了 那就會引起我們國人的恐慌 人民的恐慌 所以大家再回想一下 當初的公投法是怎麼立出來的 謝謝 謝謝 謝謝李委員 各黨團退派發言的委員 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黃委員秀芳聲明對剛才所有之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兩者外國人動議條文 市場底公司 為民進黨的委員參與於 英國市場一統公司 北京海外公公司 大陸市場一統國市場 有ver 公事在大陸市場 近年 alla朝 一條島公司 英國公司 國市場 英國公司 英國公司 大陸市場 表決結果 出席73人 贊成5人 反對68人 去全0人 贊成者少數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敵人